三文學 二 三 籌措選舉銀彈 曾文學辦募款餐會 拿出親手塗裝現場簽名的 夏亞鋼彈來拍賣 三萬八來 要不要 來 三萬八 好 上來 來 二零二年地方選舉 曾文學南瓜一萬一千 一百四十九張得票 成為全苗栗縣議員的票王 也因為問政心力 被稱為新一代戰神 私底下則是負責不扣的鋼彈泥 表決啊 成長就要問我 收藏品擺滿頭份家中 三層大櫥櫃 鋼彈不只是興趣 其中一個正義鋼彈 對他來說一寒深遠 一位支持者送的 那因為他的名字就叫做 Justice鋼彈 就是代表的正義 所以他當然其實就是希望 我在苗栗能夠為民發生 然後站在正義的這一邊 曾文學善打空戰網路聲量高 擄獲大批年輕 民族群 不過若想深入客家票倉 固裝還得多用長輩熟悉的語言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邱鎮鈞 找來老師客製畫一首 下一站苗栗 用唱的尋求共鳴 邱鎮鈞心裡明白 深入長輩族群的社交圈 有利於他的選情 也亦有所指暗奉 曾文學的客語能力 希望我們在地的這個 立法委員能夠讀客家話 能夠會講客家話 因為畢竟有媽祖師的鄉親 都是講客家話的 其實在前幾年 有通過出局客語認證 客家人其實投票會講說 我這次打給誰 打不願意 打不願意 就是說 所以就是投給文學的意思 邱鎮鈞從議員一路當到苗栗市長 擁有相當民意基礎 立委初選時 前縣長徐耀昌意外落馬 邱鎮鈞出現 國民黨地方上認為 世代交替浪潮已形成 前縣軍 東縣 前縣軍 東縣 苗栗市總部成立 裸骨齊名 藍衣藥角前縣長 傅學鴻 劉振鴻 立委徐志榮擔任榮譽主委 意味著地方派系 合縱連橫了嗎 黃派流派是以前的一個派系的問題 那但是經過這麼多年來 其實苗栗縣 已經沒有黃派流派任務 大家揭露所在一起 我們都叫苗栗派 藍營吹響整合號角 球穩山縣一向是藍軍鐵票艙 過去總統蔡英文在苗栗 贏過對手都是在海縣 山縣對曾文玄來說 市場硬仗 我認為這是一場尋求改變 跟派系傳承的對決 選擇對手就是苗栗過去的狀況 不會有所改變 實施單一選區兩票之後 苗栗是本島選區中 唯一沒出過非國民黨籍 立委的地方 與綠營合作的五黨籍候選人 曾文學試圖撬動這塊藍色鐵板